字幕君 韓作我獨自生活的固定班底 《拳拳帽、普納來、李章宇》 因為都非常喜歡吃美食 而組成了棕櫚油家族 沒想到近日三人靜驚喜現身在台灣街頭引起熱議 據了解日前網友在網路上晒出了自己在台中街頭 巧遇《拳拳拳、普納來、李章宇的目擊照》 直接拳拳中三人穿著校服 在街頭上錄製節目 原破海洞露 全說冒說自己是李子維讓他忍不住笑噴 而目擊照曝光後 不僅引起台灣網友熱議 就連韓國網友也紛紛進貨 竟然去台灣拍攝了 玩吃貨就是要去台灣呢 太期待台灣片啦 我實在看台灣